一大海我都懵了 宝屁龙偷吃了一条鱼 本来是阿姨给我做的 结果被她偷吃了 真的是拿这个菜罩子都照不住啊 直接爬开偷吃了 还好我有囤货 看看这个满当当的冰箱 都是前两天我去SAMU的时候采购的 这个是蝴蝶酥 这个是这次买的新品面包 看着就好好吃啊 还试了一下他们家的寿司 因为我感觉这个虾还有三文鱼贼新鲜 这个是他们家的春川炒鸡 从来都没有试过 所以今天也安排了一个 还有他们家最火的提拉米苏蛋糕 这一份的量还是挺大的 整整两大盘 倒入辣椒酱 炒热后放入洋葱 这个调料好香啊 放入鸡块 翻炒八分钟 这个炒的也太香了吧 倒入青菜后翻炒两分钟 放入鸡室 来啦姐妹们 今日份的营业开始了 这个鸡也可算做好了 真的好香啊 你们今天听我的声音 可能会有点小鼻音 因为前两天成都降温了 给我冷到了 我太难了 今天喝的饮料还是这个鲜奶 我觉得三姆他们家 这个鲜奶真的好好喝 推荐给你们 就是这个量属实有点大 生活的仪式感 倒在杯子里面喝 哇 奶酥 饭前再来一袋果汁 奶酥 先来尝尝这个鸡 看我炒的如何 这个鸡肉的味道是微辣的 再来一块 哇 鸡肉真的贼嫩 像这个配着饭吃会更香 里面还有年糕 QQ的 这个是芝士年糕 刚刚下去装了一碗米饭配着吃 哇塞 炒得贼入味 认真干饭肉 再来吃块鸡肉 里面还有香肠 像他把料给你配好炒起来就很方便 基本上十多分钟就能炒出一道菜 里面还有土豆 一百多块钱 总体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嗯 真香 哇 他们家的量真的非常大 比较适合一家人一起吃 不然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接下呢 再来尝一下这个寿司 我就每个吃一个吧 剩下留给我姐还有二美吃 这个是他们家的福袋寿司 哇 福袋皮是甜的 巨好吃 嗯 就是我比较迷 它里面为什么没有配寿司蘸料啊 就直接是一份寿司 这个是三个鱼的 三个鱼贼新鲜 再来一个这个甜虾的 虾也贼新鲜 这个应该是玉子烧吧 这个吃起来一般般 因为主要是太甜了 嗯 接下来呢 再尝一下他们家的甜点 先来尝一下我最期待的蝴蝶酥 这个超级的酥 有点像曲奇的味道 但是又比曲奇酥很多 就是这个吃起来熟实太干了 再来一口 嗯 除了有点干没毛病 哇 再来尝一下这个面包 哇 它里面是有夹心的 这个不是面包的质点 我来尝一下这个面包 你来尝一下这个面包 我来尝一下这个面包 对 就是我来尝一下